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个大家伙 尼康的Z9 故障比较惨,重摔 卡口已经裂开了 固定卡口的螺丝只剩下了一个 咱们把这卡口给它拆下来 发现固定卡口的螺丝孔已经断了 这可都是金属的,硬碰硬啊 直接就摔断了 经过观察,机身卡口竟然没有变形 掉了三个小弹片 机器我们装好电池,先来测试一下 开机,拍摄,全部正常 屏幕显示正常,菜单按键取景器 显示全部正常 这种情况肯定是带着镜头甩的 不知道它镜头甩成啥样 但是这个机器应该是问题不大 修之前先接掉贴门 上一个Z9修竹板的视频 机器没有全拆,大家没有看到里面的结构 今天这个,咱们把它拆到底 这台机器的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拆下主板 散热铁板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防抖组非常大 我们测量好防抖组和支架的相对距离 拆下防抖组 这个防抖组啊,可以说是个头非常大 正面是一块Smos 背面是防抖组,带着锁纸机构 巴掌大小,看着是不是非常过瘾 这台机器没有快门组,但是在快门组的位置上 有一个类似快门组的东西 它是保护Cmos的,看着和快门一样 但是它没有快门那么快 咱们继续把前壳上的所有小副件 全都给它拆掉 因为我们这次要换的就是它的前壳 全部拆干净以后 咱们再把所有的小件装到新的前壳上 装好防抖组以后 我们要按照之前测量的距离进行调整 但是这台机器重摔过 所以我们要测量一下卡口到防抖组固定点的距离 是否偏差过大 左上5.63,右上5.63 下面是5.6,差了一点点 给它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全部装好 来测试一下 全部装好以后 我们测试 开机拍照各个功能全部正常 那这台机器咱们就给它修好了 但是这个快门的声音听着可是真别扭啊 如果以后相机要都变成这种电子快门了 你说这拍照是不是缺点啥呢